女子1310万存银行,取钱时一分钱没剩,银行,给你买黄金了,人每天累死累活工作,说白了,还是为了存折上那行数字,大半辈子的心血,总不能换成一堆堆现金藏在家里,还是得存进银行才最安稳,可是,现金放在手里是现金,放在银行,就只是一堆数字,假如这个数字某一天,忽然莫名其妙,就没了,储户又该到哪里去说理呢? 2018年,大连的一位女士就遭遇了这样一个晴天霹雳的大事,探秘案件真相,尽在岸边风云。您当时准备把所有的钱一起取出来的时候,她是怎么说的?一开始,她就是给我各种推销什么黄金产品,现在买划算得很,以后能赚多少多少,不停地说不停地说,我就觉得有点烦。 我取钱出来是有事要做的,不想买什么产品。她就说好吧,给我办手续,但我在那里从早上等到中午,又等到下午,再问她,她就说什么现金储备不够,要从其他行调过来,反正就一直支支吾吾的推托,就是不给我取钱。 那时候没有觉得她这样的行为很不合常理吗?当场我就发现了,觉得她不对劲,可我也没想到她胆子会这么大。 于女士是一位商人,平时做着一些海鲜养殖和服装相关的生意,多年累积,也攒下了一些钱,这笔钱不少,有一千多万,这么多钱总不可能通通堆在家里,市面上的那些理财方式。 于女士也并不信任,什么炒股啊,基金啊,理财啊,于女士都一知半解的不是很明白,在她看来,自己辛苦大半辈子挣的钱,宁愿保险点放在银行少吃点利息,也不能拿去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瞎折腾。 所以从2014年起,她就将自己做生意挣的这些钱,通通存在某银行大连瓦房电池行里,几年下来也攒了有一千三百一十万元,这可不是一笔小钱。 对于女士来说,这是她全部的身家了,是这些年自己起早贪黑,没日没夜,经营自己的生意一分一毫赚回来的,虽然苦了点累了点,但只要看着自己账户上的那一串数字,再怎么辛苦也是值得的。 可谁曾想,这大半辈子攒下的家当一夜之间竟然全没了,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对吗? 于女士非常愤慨,没有,谁能想到这一点呢? 平时我用钱的金额都不是很大,要取多少,和那个孙经理说一声就行,他都会提前给我准备好,我哪里知道里面的钱早就没了呢? 在银行里存了四年的钱,不是特殊情况,于女士一般也不会去大规模地动用这笔存款,但主要是那两年生意不太好做了,原来的产业渐渐地做不太动,于女士也一直在想办法另谋出路。 就在2018年的时候,一位朋友找上于女士,邀请她和自己一起创业,于女士这才动了自己那些存款的主意,此前零零碎碎也取用过一些钱用作生意上的周转,从来也没遇到过什么问题,像于女士这样千万级的大客户,一般都会有固定的经理来对接,于女士一直合作的就是孙经理。 之前但凡于女士有个什么需求,只要和她说一声,孙经理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,所以于女士也是很信任她,这次要取钱,于女士同样也提前跟孙经理打好了招呼。 到了约定,也就是2018年8月29日这一天,于女士一大早就到了银行,本以为已经提前预约过,事情要处理起来应该也会很快,却没想到,现实给了于女士一个大巴掌,手续倒是办得很快,可是该取出来的款项,却迟迟见不到踪影。 起先,孙经理还陪在于女士身边,端插送水很热情地招待她,只是话有点多,温哲问娜的,劝于女士完全可以把钱放在银行,自己还能给她申请更高的贴息,或者可以购买一些理财产品,也能让资金不断增值,推荐的最多的就是一些黄金类产品。 孙经理介绍过不停,又是说黄金保值,而且增值空间大,现在银行里有什么政策,购买非常划算,于女士好几次觉得不耐烦,但是也理解这可能是孙经理的业务需要,银行的工作人员嘛,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指标要求的,于女士也理解,她再三地向孙经理表示,自己拿这些钱确实已经有既定的用途,不能再做她用了。 几次下来,孙经理也没什么话好说,就告诉于女士自己去替她催一催流程,请于女士在休息室等待一会儿,结果于女士这一等,就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下午。 于女士彻底生气了,心想自己只是取个钱,怎么还需要等这么久呢?但即便是到这个时候,于女士也还是没多想,最多就是觉得孙经理是不是不愿意放过这么一个大客户,故意拖延时间,可是再怎么拖,自己还是得把钱取走的。 于女士直接找上孙经理,向她质问,孙经理啊,要取款这件事是提前预约过的啊,现在手续什么的都办好了,这钱究竟什么时候能到位,还要我等多久呢? 于姐,实在不好意思,因为您要取出的金额实在太大,我们这份行储备的现金不够,正在向其他行紧急调用啊,您再等等。 于女士怒了,才一千多万,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是很多,但对你们银行来说不算什么吧,更何况,我早就不够了。 就通知过你了,这几天你就一点准备都没有,就算是你完全没有提前准备,今天我可是一早就过来了,你这在这么紧急调用。 都一天了还没调过来,你们银行是要倒闭了吗? 这么长时间调不出一千万,找你们领导过来我问问看,是不是你们银行要倒闭的钱拿不出来? 与女士生气起来,气势也是很足的,她以为这样一来,孙经理总该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,却没想到,不知道事情究竟有多严重的竟然是自己。 她这么一逼问,孙经理竟然慌张起来,支支吾吾地表示,孙女士的存款已经被买成了黄金,与女士整个人都惊呆了,我的钱怎么会变成黄金呢? 我没操作过啊,孙经理赶紧解释,好话说了一箩筐,无非就是些什么机会,难得不可错过,什么增值啊,什么大赚一笔啊,所以自己就赶紧抓住机会,替她进行了操作,一千多万啊,全是自己辛辛苦苦挣出来的,好端端的存进银行,怎么就全都没了呢? 不对,也不是什么都没了,与女士赶紧追问,那黄金呢?你给我看看购买屏障?让与女士彻底心冷的是,孙经理居然拿不出任何的正规手续交到她手里的,竟然只有一份手写的购买清单。 手写的清单,这能做什么数,自己的一千三百一十万。 真的还存在吗?还能追回来吗?与女士又惊又气又急,立刻就要去找银行领导,要报警,却被孙经理死死拦下了,孙经理几乎快要给她跪下了,指天指地发誓,最多一个月内,自己一定把钱一分不少交还给与女士,毕竟合作了这么久,多少有几分情面在,如果不是实在走投无落。 与女士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,更何况孙经理已经承诺了一个月之内,必定会把钱还给自己,而自己就算现在马上报警,马上让银行进入调查,这钱要追回来,至少也是一年半载的事。 综合一考虑,与女士决定还是再给孙经理一个机会,她让孙经理给自己写了一份保证书,三十天之内必须把现金交到自己手上,只要我的钱一分不少回来,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。 你说的什么收益我也不想要,只要把正常的利息给我就好,其他的就算我送你了。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,与女士想这总该没问题了吧,可殊不知,这完全只是对方的权宜之计,接下来的每一天里,与女士都度日如年,这可是几十年来的所有积蓄,她越想越害怕。 到后来甚至连利息都不敢要,只想着能把本金拿回来就行,可是一直到约定的最后一天,孙某都没有任何动静。 一个月不行,再多的时间也悬,继续拖下去,还会有什么变故,谁也说不清楚。 突然,与女士慌张不已,再不报警,谁给我申冤。 她慌张地拨打了110警察啊,快帮帮我吧,我的1310万不在了。 被银行吞了,我的心血都没有了。 2018年9月15日,接到报警的大连警局将孙某逮捕归案,但是连与女士也没想到的是,自己竟然并不是第一个受害者,早在自己之前,已经有客户被骗了三千多万自己的存款,一部分被孙某拿去填了漏洞,一部分被拿去挥霍一空,能追回来的部分寥寥无几。 这让与女士完全无法接受,自己的钱好好地存在银行,竟然被银行员工坚守自导,她认为这笔款项应该由银行来做赔偿,她甚至一度将该分行起诉至法庭。 但最终的判决结果却是由孙某来承担一切责任,可是区区一个孙某,哪里来的钱赔付这些亏空的损失呢? 事情一经爆出,引起网络上一片声讨之声,大部分网友都站在与女士这边,认为她实在太无辜了,一千多万说没就没,银行居然还将所有责任推在一个小小的经理头上,自己一点都不承担。 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,这样的判决也是有道理的,首先,无论储户的存款是以存单还是银行卡的方式储存的,都会设置有密码,而这个密码完全由银行的储蓄系统来进行保管。 不论多么高级别的管理者,都是无法进入系统之中的,就算是银行内部的程序员,也最多只能对系统进行维护,而那么多起银行存款失踪失踪,最后经过调查,往往都在以下四类情形之内,第一种,有一些工作人员取得客户的信任之后,客户会允许工作人员使用自己的银行账户来走账。 表面上来看,这只是一些资金的转入和转出,不会影响自己的存款,但在实际操作中,工作人员完全可以使用客户的银行账户来进行贷款,再把贷出来的款项转走。 这是2020年6月4日,河南平顶山发生的一起现实案例,第二种,同样是出于信任,储户直接将自己银行账户的操作权托付给了合作的工作人员,然而一旦所托非人,账户里的钱就直接没了,比如山西清徐县的丁女士,她不仅交出了自己的存单、身份证,还给了涉案人员王某自己的授权书等文件。 于是王某悄悄转走了她账户里的1200万元存款,法院判决下来,银行和丁女士的责任是二八开,剩下的两种就比较常见了,一种是存款被知道密码的家人朋友偷偷取走。 还有一种是密码太简单,被人猜到了,要知道,涉及金钱的地方总是充满了各种勾心斗角的欲望,衍生出来的种种闹剧更令人难以想象,有直接将钱托付给银行里的朋友,让他帮存。 结果朋友直接伪造存单,将钱私吞的,又让银行经理代为理财,结果经理把财礼成了自己的。 也有在银行里,正儿八经处理业务,将所有证件手续一起交给工作人员,结果工作人员钻空子将钱取走的,种种悲剧不胜美数。 比如本案中,那个被骗了三千万的宋某,就是出于理财的目的,将这笔款项分四次转移到了孙某指定的账户,但最后只拿回了一千八百一十八万。 剩下的部分自然化成了孙某的豪车名表,成了他风光生活的垫脚石,除了宋某,就在孙某承诺还钱给予女士的那一个月里,他还蒙骗了一位新的客户张某,这位客户既没有让他理财。 也没有说把自己银行的操作权利给他,是孙某假借办理积分兑换业务,从张某那里骗取了相关信息,偷走了他账户里二百万的存款。 这诸如此类的案例中,也有一些是处乎自己没有足够的警惕心,但是扪心自问,我们普通的小老百姓,对于银行条条框框的规则真的能那么熟悉吗? 对于那些专业人士处心积虑的欺骗,而且他们背后还有银行作为信誉背书,要时刻保持怀疑真的是很艰难的事,对于这种情况,法院也应当给予考虑才对故事的最后。 孙女士仍然在为自己的案子奔波,孙某的那点家底,全拍卖了也抵不了亏空,孙女士的钱始终遥遥无期,对于其他观众而言,我们能做的,一是呼吁,二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警惕,切勿再犯相同的错误了。 对此,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